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女子別墅24人有13人懷孕 暗黑真相撲 外逃貪官還是反共議事 中共突然熱潮李傳良貪污31億的背後玄機 陸瘋傳大清版新聞聯播 調侃習近平超好笑 網戶就是這個味道 以色列向白宮保證 不會攻擊伊朗的核或石油設施 北韓炸路斷開鏈接 金正恩關鍵時刻行蹤曝光 北韓怒炸鐵公路 距邊界僅10公尺 南韓軍方一字憑效果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10月15日 星期二 女子別墅24人有13人懷孕 黑暗真相撲 柬埔寨金邊移動別墅內住有20名菲律賓女子 及4名越南女子 沒想到裡面居然有13名女子懷孕 當地警方破獲後發現 他們是由一間總部在泰國的代理育母中介 從網絡上招募來的 根據美聯社報導 柬埔寨內政部國務秘書周文英12日表示 警方日前突襲金邊附近甘丹省 發現一棟別墅 裡面共有24名外國婦女 其中包括20名菲律賓婦女 及4名越南婦女 周文英指出 其中有13名菲律賓婦女懷孕 目前已被送往金邊一家醫院接受照護 當他們生完孩子後 將依禁止人口販孕和性剝奪法 將他們起訴 可能會面臨1至2年的刑責 至於未懷孕的11名女子 將被驅逐出境 周文英認定 這些婦女不是受害者 而是犯罪者 他們與中介合謀充當代理育母 然後再違法出售嬰兒 過去 有許多外國人會到柬埔寨當代理育母 當地2016年制定法律 禁止商業代孕 2017年7月 一名澳洲婦女 因為提供商業代孕服務 與兩名柬埔寨同事 被法院判處1.5年刑期 報導指出 發展中國家代孕很受歡迎 因為費用比美國和澳洲等國家低得多 這些國家的代孕服務費用高達15萬美元 外逃貪官還是反共異事 中共突然熱炒李傳良貪污31億的背後玄機 中共官媒突然熱炒 黑龍江積西市原副市長李傳良斂財31億 李傳良在2017年辭職下海經商 於2018年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2020年8月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 披露了一些中共官場的腐敗 次月 中紀委便起訴李傳良 從時間點上來看 似乎是李傳良公開的反共行動激怒了中共 2020年8月19日 李傳良開始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 多次揭露中共官場黑幕 李傳良在媒體上公開駁斥中共對他的腐敗指控 李傳良表示 是自己在海外公開退出共產黨 加入中國民主黨等行為嚴重地觸怒了中共 才招致中共對他的報復 我若是真正的腐敗還不躲起來 還出來反共 實際上我知道 他是怕我發聲 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社交媒體X平台上貼文說 李傳良早在10年前就辭職下海經商 在離任時也接受過離任審計 疫情期間 他離開中國旅居美國 只是因為公開站出來揭露中共內部的各種醜聞 與中共切割 惹怒了一大批黨政官員 於是下令對他進行清算 封查了他名下企業的所有資產財產 給他貼上貪婪無度的貪官標籤 以激怒民眾對貪官李傳良的仇恨 有觀點認為 中共高層在海外藏匿財產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現在官方指李傳良向海外轉移財產 是否也會反噬到中共高層 陸風傳大清版新聞聯播 調侃習近平超好笑 網呼就是這個味道 中共當局對國內民眾實施高壓統治 嚴厲審查和懲罰不當言論 面對這種環境 許多網友只能以諷刺方式表達不滿 近期 一段大清版新聞聯播在中國網路爆紅 因其與現實新聞聯播高度相似 被視為借骨諷金調侃習近平 該視頻描述大清集團負責人康熙深入基層調研小麥產業 康熙視察小麥天於重量大戶討論播種 生長等話題 並給出指導性意見 視頻強調 康熙肯定我炒小麥產業成績 並就提升產量 優化種植等問題提供建議 康熙稱發展種子產業具有優勢和前景 要提高種子品質 推進農業現代化 視頻模仿央視新聞聯播風格 配有相似跑馬燈和美麗清朝字樣 許多網友評論太熟悉了 稱讚製作完成度高 文案說了跟沒說一樣 然而 部分網友擔心 此類諷刺作品可能成為未來封殺目標 7月8日 大清集團負責人康熙深入基層開展小麥產業發展調研 在鄉村示範園 康熙走進田間地頭查看小麥展示 向重量大戶詳細了解前期播種和當前小麥生產情況 康熙對我炒小麥產業發展工作所取得的成績表示肯定 並就如何提高小麥單產 優化種植結構等問題展開現場討論交流 提出指導性意見 為小麥後期管理提供了技術支撐 康熙指出 種子是農業發展的關鍵基礎 小麥發展是農業生產的重點部分 我朝是農業大國 發展種業有優勢 有潛力 有前景 要切實提高種子質量 優化種植模式 積極推進農業科技應用 助力推進農業現代化 戶部尚書張婷玉 陪同調研 以色列向白宮保證不會攻擊伊朗的核或石油設施 美國勸阻以色列不要攻擊伊朗核設施或石油設施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辦公室10月15日表示 會聽取美國意見 但最終決定基於國家利益 《華盛頓郵報》報導 以色列已向白宮保證不會攻擊這些目標 10月1日 伊朗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導彈襲擊 以報復以色列在德黑蘭的暗殺行動 以色列誓言反擊 多家美媒因述匿名美國官員稱 內塔尼亞湖向白宮保證 以色列的反擊將指針對軍事設施 報導還稱 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將避免被視為干預美國大選 分析認為 攻擊伊朗石油設施可能導致能源價格飆升 攻擊核設施則可能加劇局勢升級 增加美國捲入衝突的風險 拜登此前已公開警告以色列不要採取這些行動 北韓炸路斷開鏈接 金正恩關鍵時刻行蹤曝光 10月15日中午 北韓在連接南北韓的京藝縣和東海縣兩條公路靠近軍事分界線處引爆炸藥 象徵性切斷兩韓陸陸連接 南韓KBS電視台報導 爆炸前金正恩親自到場視察 爆炸發生在距離分界線10米處 範圍約70米長 南韓監視器畫面顯示 爆炸後 北韓派重型車輛處理殘骸 南韓官員透露 金正恩乘坐黑色零置轎車到場視察爆炸準備工作 南韓軍方表示 正與美國密切關注北韓動向 預計北韓將在炸毀路面上構築防禦攻勢 可能修築混凝土屏障作為封鎖往來的象徵 這兩條鐵路公路由南韓投資1800億韓元 也就是1.33億美元建造 是兩韓和解的象徵 此次爆炸標誌著兩韓關係進一步惡化 自金正恩今年初宣布不再尋求統一 將南韓列為主要敵人以來 兩韓關係持續下滑 各種往來和合作相繼中斷 北韓弄炸鐵公路 距邊界僅10公尺 南韓軍方一字評效果 北韓15日在南北韓軍事分界線附近引爆炸藥 破壞了兩條連接公路 南韓軍方鳴槍回擊 路透社報導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週二說 俄朝戰略合作條約草案以宋交下議院等待批准 條約規定雙方在武裝侵略威脅時互相支援 包括提供軍事幫助 強調雙方尊重主權 平等互惠 專家表示 該條約對北韓意義重大 可能在軍事聯盟上獲得支持 也影響朝鮮半島安全 俄羅斯在這一局勢中扮演重要角色 或將成為遏制北韓挑釁的關鍵力量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中共軍演剛開始半天就結束 微博熱搜一席之間全消失 中共網信辦聲稱規範網絡文字 評論區翻車 朝鮮炸毀兩韓連接鐵路 金正恩傳召最高國安會議 王思聰的底氣從來都不是王建林 而是母親林寧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請大家同時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一些觀眾詢問 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的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 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按摩 訂閱我們 插返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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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